今天教大家一套脚趾养生操 简单有趣 还能起到书筋通络的保健功效 无论年纪大小 坐着躺着趴着随时随地都能做 下面来和我一起坐一下吧 这个脚趾操就是脚趾石头剪刀布 一腰部好不好 一试剪刀就知道 剪刀就是把大脚趾向上翘起 反映的是腰部情况 腰椎有问题或者是腰肌劳损的人 这个动作会做不到位 经常做这个动作 能够疏通脚拇指上的肝经脾经肾经 二晚上睡不好石头一定做不到 石头就是把所有的脚趾都紧紧地抓扣住 这个动作反映的是头部的血液循环情况 凡是睡不好脑供血不足 精神压力大的人一般也会做不到位 经常做这个动作能够疏通脚上的膀胱经和胃经胆经 可以从脚底到头顶促进全身气血运行 特别是头部的血液循环 三脚趾分得越开越好 你一定不知道 把每个脚趾头都分离 脚趾打得越开 说明你的经络越通畅 三个动作 打通腿部六条经络 每晚睡前反复剪刀石头布五分钟 通经络又保健 经络通了 睡得好 更有体力 气血足 火落畅 看似简单的三个小动作 却能够为我们身体健康做出不小的贡献 快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节目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个关注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